大家好,我是白白,今天大嫂哥又请我们吃饭了,因为明天她是又回家了,然后副大哥也过来了,这个是她的小宝贝啊 这次还知道酒店啊,帮忙拿就好 等一下,这个酒还没大呢,咱们先干一杯吧 这是干净的吧,对对对,干净的 现在副大哥终于把酒切了,嗯 这一次大嫂哥来到横店,待了半个月吧,吃吧 好像没有少转啊 哈哈,每天都三四百,我的话呢是 不是前转的吗是吧,今年的话呢就是没请你吃饭 明年我们今年的时候再请你吃饭 好吧,我带你搞直播你不搞 带你搞怎么早天天啊 我不是那块料,那种活我干不了,没办法 算我干不了,关直播聊天也不行 是不是 这个直播不是我的强项 我的话只是副次拍视频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走的话,嗯 如果你没走啊,看情况吧,我看后面有反复过来 我的话有可能离开横店了 去外面打工 我本来存在横店发展的,但是横店发展不起来呀 不好发展 去打工了 肯定也可以打工吧 做幕后啊 那又不好找,那又关系的 现在我们吃晚饭了 然后明天的话呢,大嫂哥就要回家了 老三,明天我们再见 到时候我请你吃饭 明天,明天早上我就回去了 明年,明年 因为今年的话呢,我之前也就挺张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还是别去打工了 你就给我一几个主播吧 我带你,有可能下个月就要去别地方打工了 我本来想着在横店 好好发展 说不定可以把这个债还掉 但是横店的话呢 我看了,发展不起来呀 一个人发展不起来 去我老家吧 跟我 所以说还是一个个团队是最好的 你跟我去个老家吧 你老家我明年再说吧 明年计划 今年就算了 今年我还是把这样还掉 我这个在我不还掉 我心不踏实 干什么都不踏实 前生子结果不是来了吗 他想搞个工作室搞个传媒公司 淘水淘可以淘钱花个几万块钱 但是你想一下我现在压力挺大的 因为我现在自媒体来到很定 以后做的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债还不掉了 所以现在呢只能 考虑正常了 所以我就拒绝了开工作室 结果可能有点失落 他就回去了 其实你啊 嗯 你打PK可以赚钱的 你不会看什么 我带带你 那个是网络去干 这种事情我不想干 能赚钱就行了 这个都是靠别人打伤 这个都是靠别人打伤的 你的嘴巴甜一点 对啊 大哥大姐来什么什么的 你就给一点吧 这个事情我做不来 现在我不搞这不来 看到没有 聊天的话根本就没人刷礼物 因为我知道 这个刷礼物都是自愿的 你打PK的话 你又要他们刷礼物 我说嘛 你又去他们刷礼物 这不是习干吗 这个事情我就做不来 反正我现在老是打了 就把PK 光了解人家不刷礼物 那没人刷的 不是我呀 我现在又不搞直播 我不靠直播 我靠的是视频收益 虽然说我这个视频拍的不是很好 是吧 但是每一年 我有都有那个高光时刻啊 每一年都有的 要拍那种垂直的 那种 我拍的就是垂直的 我拍龙子生活拍垂直的吧 我这个净水值 一个作品能赚几千块钱 我这个净水值 但是我这个再吸引的太多了 所以说啊 一下子还不了 但是我想这一下子把它还掉 我不行慢慢的我去还 你看大家专门拍视频在那 他一个视频就赚几千 他那个都是假的 不真实 我们拍的都是 全部都是真实的 你这有流量 你管他这么真实 能赚钱就行了 能赚钱就是王道 就是就是请的爷爷呢 人家就是拍龙子生活就是请的爷爷 我都说了 你先回家拍一拍 看一看效果 效果好我就来找您 好不好 我现在不能 我现在 我现在不能弄好了 好不起了 我现在没人了 你随便找这个人拍一拍吗 你去你去啊 能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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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想要的话明年再说明年我们再见好吧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应该可以把那个钱还掉了